不是一条心 中共政治局年终会议是不合信号 中共要扛不住了 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喊过紧日子 2024年印太地区不太平 中共霍江四面楚歌 中国经济恶化 吓坏黑石 习近平难哄骗金融大亨 哈马斯地下恐怖城被炸毁 自家视频成罪证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平安幸福 同时也感谢朋友们 对我们频道一直以来的支持 好的 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12月21号至22号 中共召开学习习思想的专题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且发表讲话 但习近平却与与会官员们上演一出攻心计 也释放出中共内部不合的信号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政治局成员们的发言 聚焦六个正点 而比较能反映出习近平心思的 则是前两条 一是 习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坚定 二是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更加自觉坚定 习近平听了每个人的发言 并且进行点评 还强调说 在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首先要在思想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士兵人中原在大约赵文分析说 习近平在2023年的一番政治乱局未解 党中央也及习近平的权威 正在面临严重受损 这次会议 就是习近平要让政治局成员们 挨个进行正式表态 表明他们仍然拥护习思想 确定的路线和习核心 按中共一贯缺什么喊什么的习性 不难看出习近平的所谓个人权威 在中共党内 似乎是遭到了不小的质疑 这也难怪习近平亲自组织的火箭军高层 被他大换血 而且还传出火箭军向美国泄密的消息 习近平火箭式提拔的亲信秦刚 也被传出染指火箭军泄密遗云 而且外界对秦刚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但关于他的婚外生子和被酷刑致死的消息 却传的是满天飞 这样主子习近平情何以堪 目前迟迟没召开的三中全会 据说也是因为中共党内无法统一意见 以至于搁置到现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自然希望重整党内权威 但他周围这群貌合神离的心腹们 想和习近平一起共渡难关吗 恐怕不会 因为从中共劣胜忧太的这部小肉机中 得以上位的官员 基本都是关键时刻 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而习近平大概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在会议上强调说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贯测执行民主集中制 参与党中央研究重大决策时 要认真思考 充分发表意见 对此 周围指出 与会官员们谁都知道 充分发表意见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这又是中共惯用的 引蛇出动招数 那么发表意见的个人 很可能就被当成是 对党中央权威的率先发难者 从而遭到整肃 在中共党内 这样的例子已经是很多了 而善于玩弄整人全数的习近平 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有别的目的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在X平台发文说 习近平时隔多年重提民主集中制 这是他面对当前危局 不自己担责任 要把锅甩给政治局常委 委员们一起背 要死一起死 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 习近平还要求政治局成员 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对此 独立视频人蔡慎坤 在X平台发文指出 问题是 报忧的人能靠近他身边吗 报忧的人都为他整肃出局 连民间报忧的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政治圈子里 现在谁还敢报忧 中央也表示 中共政治局会议 已成了一言堂 成败都指向一尊 如果侥幸成功 谁也不敢争功 如果失败 这些官员谁也不愿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自然更不能乱说话 尤其是不能说反面意见 中共财政几乎见底 是不争的事实 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强调说 要过几日子 这似乎反映出中共因缺钱而难以维系日常运作了 12月22日 中共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稿中罕见的六次提到 要过几日子 比如要例行节约 数劳过几日子理念 健全过几日子制度 严格过几日子执行云云 而且中共多个省市的地方政府 也在会议中强调要过几日子 12月20日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易烈宏 在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 党政机关要习惯过几日子 还说要把资金用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刀刃上 网上也流出福建省厦门市政府印发的 关于加强运算管理 坚持过几日子通知 其中要求厦门各区政府 市值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各重大片区指挥部等部门 带头过几日子 还给出具体规定说 当地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都要暂停 而新建和扩建城市道路 在交付使用5年内 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的3年内 都不能再挖掘 明年部门专项业务费和公用经费 要按10%和20%的幅度压缩 并对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进行严控 浙江、福建等都是比较富裕的省份 还高喊要过几日子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此前传出的中国多地公务员 被降薪和欠薪的事件 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12月22日 江苏宜星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中共的公务员体系庞大 只靠压缩支出 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问题主要出现在 中共体制的公务员太多 要耗费大量的民纸民膏 这才是最大的负担 随着中共继续暗中使坏 印太地区在2024年的局势 或将持续紧张 但美国和印太盟友们 也在层层部署 中共或将因此 失禁到四面楚歌的境地 随着以哈冲突的突然爆发 导致有着全球货币生命线 支撑的红海航运 屡屡遭到野门胡塞武装组织的攻击 俄战争仍处在胶着状态 而且美国和西方 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 也成了决定这场战局走向的最大变数 美国持续在以哈冲突和欧战争中投入精力 这着实让人为印太地区捏把汗 因为今年11月 中共党回习近平就当着拜登的面 说要统一台湾 对此 军事专家沈州在大卷撰文指出 中共不但对台湾一贯进行文攻武吓 还将罪恶之手不断伸向菲律宾 中共山东号航母在数次巡航当中 也都更加靠近菲律宾 被逼急的菲律宾 转而和美国及周边国家走得更近 并对中共不断撂狠话 而且中共也加强了和俄罗斯的紧密军事合作 朝鲜也在不断试射导弹和卫星 中共军舰这几次开到日本海和俄罗斯共同军演 面对中共不断在家门口挑衅 约韩与美国又加强了军事上的紧密联系 美国已在印太地区进行了有力部署 不仅有美英澳AUKUS军事联盟 而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五眼联盟成员 四方机制中的印度在世界军力中排名第四 而且印度与中共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对付 一旦印太地区发生冲突 中共或将面临四面楚歌的情景 前段时间美国军方已经传出准备在两年内 落实几千架无人机的计划 以此来瞄准中共的一千个目标 印太司令还专门警告中共 如果动武就可能面临地狱警官 而且对中共来说似乎是最致命的一点是 习近平正在对中共军队进行一轮新的大欣喜 中共暂时应该没有能力开战 无论是中共高级军官的对外泄密 以及对台海战争的确战 还是内部贪腐 以及对党魁的不忠诚 都足以让习近平对自身安全十分担心 这印证了左传中的那句老话 不易不逆后将崩 习近平在实施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后 吓跑了不少外资 虽然他想把外资哄骗回来 但中国的经济恶化严重程度 再次把金融大亨给吓坏了 今年的10月15号 习近平在出席旧金山APAC峰会期间 专门举办了一场邀请美国金融业大亨们参加的晚宴 全球资产管理龙头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 特意花了4万美元的高价 换取与习近平同桌吃饭 但是十分讽刺的是 这顿饭似乎吃的是不太是滋味 据中共官媒澎湃新闻11月16号报道 有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 黑石正在抛售中国11个城市的11个物流园区 总面积为220万平方公尺 总价为100亿人民币 约445亿新台币 这些物流园区包括龙地南京滨江冷链物流园 或龙地南周空港物流园 武汉月盛物流园等 知情人表示 黑石集团之所以这样大手笔 是为了投资回报率更好的项目 而选择把部分收益不特别理想的项目进行出售 但这并不意味着黑石对其他地区的房市不看好 据《金融时报》报道称 2023年黑石集团在欧洲房地产的投资 超过了在任何地区的投资 这说明黑石并没有丧失对房地产的信心 而是中国经济恶化的严重程度 让财大其促的黑石都吓坏了 加沙市中心广场曾被哈马斯恐怖分子 用来策划10月7号对以撕裂进行的大屠杀 而秘密藏在该广场下方的地下恐怖城市 已经被以色列军方炸毁 哈马斯分子相机中的一段视频 也曝光了自身的罪行 12月21号 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 亚哈洛姆作战工程部队 再前一天发现了哈马斯恐怖分子的这个精英区 包括一个大型战略地下隧道网络 连接哈马斯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的藏身处和办公室 22号 以色列国防军ZX平台发文说 这座多层结构被哈马斯当作地下哨所 用于储存、长身处、指挥和控制 以及特工在不同区域间的移动 后来被以军摧毁 以色列空军表示 这几周以军部队一直在巴勒斯坦广场所在地马尔行动 该地区周围环绕着哈马斯作为指挥和控制中心的建筑物 恐怖隧道竖井以及战略建筑 以色列军方海皮罗说 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用精气火力消灭了恐怖分子以后 发现一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身上的相机 该相机内储存的视频 也不打自招地曝光出了哈马斯的罪行 已经表示 这段影片揭示了哈马斯 是如何故意利用加沙人口宠密的地区 从而让包括我们军队在内的所有人成为目标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